接下來我們來看題目 他說誘途每個電池都是1.5伏特 請問你這樣接 出這個題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目的是要你知道 串你的時候應該要相交 病你的時候應該要相等 第二個目的是要你知道 你到底在量哪裡 你到底在講哪一塊 你要搞清楚你到底在算哪一塊 哪個東西是你在考慮的弄清楚 所以做這個題目的有這兩個 一個是熟悉公式 一個是要你知道你到底在算哪裡 第一個是我要接AB量點 那如果你接AB量點 你是接幾個電池 一個對不對 你接的是接一個電池嘛 那一個電池幾伏特 1.5嘛 所以就量出一個電池的電壓就是1.2 所以它就是1.5 可以嗎 OK嗎 OK 好第二個 我接AC 請問你接AC在量誰啊 有幾個電池 兩個電池 兩個電什麼臉 兩個電什麼臉 串聯 串聯要怎麼辦 要相加 所以要1.5加1.5 所以你接的時候你如果接AC 你量的是兩個電池在什麼什麼臉 在 串聯 串聯算要相加 所以1.5加1.5變成3.0 所以我量出來就是3.0 我量出來就是3.0 OK 好 那我現在接的是C珠 C珠有幾個電池啊 兩個 也是兩個 那兩個什麼臉 並臉 並臉什麼關係 相等嘛對不對 總電壓跟分電壓相同 兩個都是1.5 並起來之後還是多少 還是1.5 所以還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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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所以還是1.5不得 OK 最後一個 我接A珠 A珠變成什麼 總共有幾個電池 四個 可是現在兩個什麼臉 並臉 這兩個並臉就等於一個啊 這兩個並臉 這兩個並臉就等於一個嘛 所以等於是有幾個電池在串聯 三個 那每個1.5嘛 所以怎麼辦 1.5加1.5加1.5嘛 串聯算要相加嘛 所以 就1.5加1.5加1.5 所以當然就4.5伏特 4.5伏特 好 就是我們做的 你們很簡單 很簡單很容易 第一個熟悉公式 第二個 你確實知道你在算哪一塊 上面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 好 你就可以計算出來 它的電壓會有多少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好 換各位來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7 他說 R1是4伏特 然後全部的電池要總電壓是12伏特 總電壓12伏 R1是4伏 請問你 R3 對不起 R2是4伏 R2是4伏 講錯 R2是4伏 請問你R3多少 R1多少 R3應該可以很容易的就從串聯跟病聯關係知道 R1也是由串聯跟病聯關係知道的 只是你要把它想成R2R3會什麼狀況 OK R3多少 R3應該可以很簡單的就有一些想法就可以曉得了 R3 我們要找R3 R3 我忘記找R3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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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R2跟R3是病聯 所以兩個電壓要一樣 所以R2是4伏特 R3也多少 4伏特 那再來是R1 R1就是用所謂的串聯病聯的公式的想法 那你要想成R1跟R3怎麼樣 R2跟R3叫做病聯 兩個當作是一個 這個去跟R1串聯 那就用我們的串聯跟病聯公式機會曉得答案是瓦椎了 好 可愛大帥哥 R3 R2 R3 帥哥28 R2 8V 多少 8V 8V 不錯 他說8伏特 你說8伏特 R2 R2跟R3病聯當作是一個 這一個就是4伏特 然後呢 這一個去跟R1串聯 串聯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 所以12就等於4加 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就是12減4叫做8 所以答案就是8伏特 這就是簡單的利用串聯跟病聯的想法 來讓我們計算電壓有多少 OK